这次疫情以来 社区团购成为封控期间 市民生活物资保供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那么为民生保障 缓解买菜难问题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们对于依法开展的社区团购是支持的 为了进一步规范社区团购的价格行为 近期市场监管部门 根据市民反应比较集中的问题 制定发布了疫情防控期间 规范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 提示相关的组织者经营者 在开展社区团购当中 应当根据经营成本 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 不得捞乱市场价格秩序 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明码标价 公市商品的品名 数量 规格和价格的信息 应当优化组织管理 为消费者做好售后服务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借今天这个机会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团购的时候 要注意选择由正规的保供单位提供的商品 重点可以关注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包括是否明确标示了团购商品的具体信息 是否对漏发挫发等问题 有明确的处理方式 是否提供了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同时也请市民注意保留团购商品的记录 以及与相关经营者沟通的截屏等信息 以便维权时作为相关证据 也便于市场监管部门的后续核查和处置 那么针对社区团购中 因客观原因发生套餐商品调整 延迟交付这些情况 我们也提醒广大的经营者 要将相关情况及时全面的告知消费者 妥善处理退款等消费者的合法合理诉求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 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的监管之法 尤其对个别假借团购之名 实施哄抬价格囤积居期等价格违法行为的 我们将依法予以查处 也请市民朋友 如果发现涉嫌违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 可以拨打12315或者12345举报 市场监管部门将及时开展调查 对查实存在违法行为的 我们将依法 从快 从严 从重处理 谣管部门 检查